大家好 我是Promi的小编 没钱领 还天天被压榨的杨先生 这边奉老板的命令 剪一只新龟到家 该怎么操作的影片 如果像影片里 是透过网路管道带龟龟回家的 记得全程都要录影 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打开后 先检查龟的外观 只要外观没问题 这时可以跟他讲第一句话 加深龟龟对你的印象 欢迎来到地狱 随后 不要急着把龟放入水中 而是放在钢旁边 不会被阳光直射的地方半小时 让龟先适应周围的环境温度 这边可以看到 我的设备很简单 加温棒 加温灯 大大小小的晒台 打氧机 记得 加温棒和加温灯 一定要同时使用 因为龟不怕热 不怕冷 但怕温差 只使用其中一样 就容易水上水下产生温差 至于夏天 我依旧会使用 避免午后雷震雨或台风天 突然出现温度骤减的情况 至于大大小小的晒台 有的出水 有的在水中 目的是为了制造深浅水区 让龟可以自己选择 要在较深还是较浅的地方 对于刚出生 还没有很强游泳能力的 幼幼龟比较安全 最后打氧机的目的是 为了制造水流 避免出现加温棒周围很烫 但远处水还是冷的问题 以及增加水中氧气 可以避免一些有害的燕氧菌产生 一定程度上稳定水质 减缓水质恶化 然后撒上遮蔽物 就大功告成了 有遮蔽物 可以加速龟 信任环境的时间 因为他们会更勇于探索新环境 等完全信任环境以后 他们才会愿意吃东西 遮蔽物方面推荐龙眼叶 因为有着特殊功效 没有的话 甲水草或地瓜叶也可以 但一个要注意物食问题 另一个则是要勤更换 大约半天以后 可以在角落放上饲料 接着就不理会它 等待二至四个钟头 观察看饲料有没有被吃掉 如果没有记得把饲料捞掉 隔天再尝试 一般来说这个步骤 快的半天 慢的甚至一周 才愿意吃 都有可能 影响因素很多 但不要操之过急 一直反复盯着 或触碰龟龟 反而会有反效果 等到龟龟会进时 甚至会上岸休息 就是完全融入这个家了 以上就是新龟到家的处理步骤 这里是 Ploomy的神奇宠物 谢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